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跟古墓和陪葬品有关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湖南长沙 确切的说是在长沙郊外的两个小土堆上 这两个小土堆你乍一看像极了古代的马鞍 所以起初当地人把它叫做马鞍 不过到了后来因为方言的发音问题 就被讹传成了另外一个名字 马王队 像马王队这种的小土丘 其实呢价值不大 上面呢它既不能开荒 也中不了庄稼 所以在以前呢 那是根本没人看得上的 不过呢 到了1972年 马王队就不再冷清了 这里呢开始人来人往 非常的热闹 看上马王队的人 其实呢是当地的一支部队 他们觉得马王队呢 是个不错的天然掩体 想把它挖开来建一座地下医院 我们通常说这火红火红 就是说呀这正常的火焰呢 它应该是红色的 不仅如此 这火苗呢它应该有热量 你靠近了呢 它有热的感觉 可这种蓝色的火焰呢 也有人试着摸过 感觉啊就像这个舌吐出来的舌头 你摸上去呢 它冰凉冰凉的 让人浑人洗鸡皮疙瘩 你说这么邪门的怪火 很快它就一传十十传百 迅速的溜传开了 在当时呢 对于这种冰凉的蓝火 众说纷纭 各有各的说法 不过呢 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 这种火 不是别的 它就是传说中的 鬼火 在传说中啊 鬼火的颜色呢 就很特别 什么黄色 蓝色 绿色 啥颜色都怪 它就是没有红色 再一个呢 鬼火 它有鬼吗 它肯定不会发热了 而且这冰凉冰凉 这可就跟眼前的蓝火对上号 如此一来呢 附近的居民那就坐不住了 呼啦啦就来了一群人 又看兮兮的 也又买了香烛纸钱 成心来祭拜这鬼神的 那眼看这事情闹大了 施工队呢也就紧张了 那怎么办呢 啊 难道这有鬼神 他们就赶紧打电话 给这博物馆 想找这些考古专家 来分析分析 这鬼火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 您猜怎么着 专家的反应相当出人意灵 他们非但不紧张 反而呢是一蹦三指高 兴奋的不行 因为他们觉得 马王堆下不寻常 很有可能 有一座 最重要的是 通过施工队的种种描述 让专家们想到了一种传说中的古墓 这种古墓的名字呢 很特别 叫做火坑墓 在湖南省博物馆的资料室里啊 有一本考古文献 他就提到了火坑墓 里面写的很拗口 好 我来给大伙那念一下 这段文字呢 是古代刀墓贼 对于火坑墓的描述 说是这个墓中啊 会喷出一种气体 浴火激燃 把很多刀墓贼都给烧死了 难怪了啊 之前工人们就闻到过 呛人的气体 那么再加上冰凉的蓝火 恰好就符合了火坑墓的各种特征 这就说明了 在马王堆下面埋着的 很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坟墓 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墓 那既然如此 事不宜时啊 那博物馆呢 就赶紧成立了一支考古队 就找来了大量人手 第一时间就开始了 马王堆的挖掘工作 正如专家所料啊 推土机呢 把土啊推开以后啊 地下就露出了几级台阶 这些台阶啊 是四四方方 每级呢 都有三米多高 再一算占地面 那更不得了 将近有五百来平方米 很明显 光这些台阶 就已经好自不菲 那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 能够修得起的 除了古代地 还有几个人能拥有 这么大型的坟墓 看来啊 这个墓主人是大有来头啊 在挖到地下 十八米深的时候啊 整座古墓的形状呢 已经出来了 您瞧 它是按照台阶的层数不同 从上到下逐渐的缩小 你乍一眼看过去呢 很像一个巨型的漏斗 这种漏斗形状的古墓啊 棺材呢 一般都在最下方 也就是最中央的围 那理来说呢 挖到这里呢 就应该是 考古队有所收获的时候了 可是那怪了 大伙呢 看来看去 肉眼所及之处啊 你除了土 还是土 压根就没有看见观点 哎呀 究竟是怎么也没事呢 当时呢 有人就提到了一种可能 说古代啊 有些达官贵人 他们怕有人盗墓 死后呢 还得不到安宁 这时候呢 他们就会用障眼法 在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布置好几个假墓 把藏有棺材和陪葬品的真墓呢 就放在光无人烟的偏僻里 那这次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把大伙碰上的呢 它就是一个假墓 哎呀 都挖到这个份上了 难道要放弃 不能啊 怎么着也得继续挖呀 嘿 就这么继续一挖 很快就有惊人的发现 在我们对中央最底部的位置 挖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 这东西呢 很大 长 四米多 高 一米多 一般人呢 对这东西呢 可能不认识 那考古专家们 却是再熟悉不过 它呀 就是极为罕见的巨型棺果 所谓棺果呀 那就是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 里面呢 除了有放尸体的棺材 剩下来多余的空间呢 一般都会被用来放置陪葬品 那么当时呢 考古队员们一看这棺果呀 哎呦 个个都兴奋了 棺果看过不少啊 这么大的呢 还真是第一次见 想来啊 这里面的陪葬品呢 肯定非常多 那如果都是西式珍宝的话 那下着就不可估量了 很快 棺果板呢 就被打开了 挺让人意外 啊 并没有想象中的珠光宝器 只是在这个正中间 他摆着一幅棺材 在棺材周围的泥巴里呢 有一些形状怪异的 罐子和篓子 除此之外啊 金银珠宝 那是完全没有开机 哎呀 就这些陪葬品 啊 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寒碜 实在是太寒碜了 很难让人相信 你说这么巨大 这么罕见的一个棺果 难道里面就只有这些平平怪怪 难道就真的 没有一点宝贝 王队下面摸出了古墓 种种迹象表明的 墓主人那是大有来头 可是呢 很邪门 啊 官国打开以后呢 竟然他没有找到一点的金银珠宝 他明显是表里不一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告诉你们 其实啊 官国里的确有宝贝 只不过呢 跟传统意义上的珍宝不同 这里面的宝贝呢 太特别 太不切 在冲干净泥巴以后啊 大伙呢 很快就发现了 这些貌似普通的瓶子罐子 其实呢 那就是真正的宝贝 他们用木头制成 外面画有精美的图案 考古界呢 把他们叫做漆器 那这种漆器呢 在2000年前的汉朝 非常流行 可能有人会想不通了 这所谓的漆器 你说到底 它也就是历史悠久一些的 这个木器嘛 它算的是哪门子的宝贝呢 您别急啊 我来给您解释 其实啊 在汉朝呢 漆器很远比金银珠宝 那贵重多了 普通人 你只要勤劳节俭一点 也可以拥有那些黄金珠宝 但是这漆器呢 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老百姓呢 只能过过延瘾 那些上层社会的人 例如帝王将相 他们才有资格用 不仅如此 在汉朝的漆器啊 还极为昂贵 你拿我们现在的钱来换算的话 一件漆器 差一点的 那值个好几千块 那好一点的 那就要上万块 而在这个巨型的官国里 一共陪葬了七百多件漆器 你粗粗一算 价值了好几百万 也就是说呀 这座古墓的主人 在汉朝最少 他也是个百万富翁 相当有钱 如此说来 这墓主人 他不仅有钱有地位 那他还肯定是个 七七爱好者 他不然不会陪到 七百多年来进来 那这些七七 是用来干嘛的呢 说到这些 专家们的神色是颇为古怪 我们随便来看看 其中的几件 您条 这是个用来盛饭的碗 这个呢 他是一个炖汤的罐子 那至于这个呢 就不用说了 谁都能看出来 他是把汤烧了 用价值连城的七七 来做厨具 这代古代呢 也就有钱有势的人 他做得出来 看来啊 陶古队认为 牧主人的身份大有来头 那说的是一点都没错 那在研究完七七以后呢 专家们就注意到了 另外一种东西 前面说了 官国里面还有主楼 你仔细一数呢 足有三十多个 那么 竹楼里面有没有装一些值钱的东西呢 答案呢 是让人倾压万分的 因为这些竹楼里 装的依然不是别的 那还是食物 不仅有梨子 勺子 梨子 各种水果 还有肉食 好像什么猪 狗鸡之类的骨头 那也找到了十来种 甚至呢 有一些食物啊 还是我们平时很难吃到的 我们在墓中找到了他最钟爱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找到一具完整的天鹅骨骸 我们找到麻雀蛋和切片的莲藕 这些都是准备好供他使用的 您瞧 这牧主人他还真能吃啊 连天鹅都吃上了 而且那生前你爱吃那都算了 你死了你还要把吃的都带进坟墓 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说 那简直就是一个骨灰级的吃喝呀 不仅如此 专家们很快就发现 这位牧主人的爱好还不止贪吃这一个 经过仔细检查呢 大家发现 这个庞大的光果呀 它其实呢 是由四层组成的 层层打开 到最里面 那才是安放牧主人遗体的内观 打开内观一看 牧主人的第二个爱好就浮出了水面 那就是爱穿 他身上足足裹了二十层盐 春夏秋冬的衣服全头齐 其中呢还有一件享誉盛名的肃杀柴衣 重量呢只有二十五克左右 折叠后啊 你甚至呢可以放入火柴车中 可谓是包如柴翼 轻若燕 说到这里呢 对于这牧主人呢 估计呢有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 说一个爱吃爱穿的人 这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 他是个女人 而且呢 他作为一个有钱人 他不拿金银珠宝赔的 而是拿吃的穿的赔睡前年 那看来啊 这还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汉朝贵妇人 这就很让人好奇了 你说汉朝有名的贵妇人 他不傻啊 他会不会有一个 那就是这古墓的主人呢 最有名的汉朝贵妇呢 那当然得算王昭军 他为了国家主动到匈奴去和亲 这可是寄了教科书的 那作为公认的美女 王昭军那可能很爱穿 但是他也最没有可能 是这座古墓的主人 人家那可都嫁到了匈奴啊 也就是现在的蒙古那边去了 那即使有墓 他也不可能会出现在长沙呀 那会不会是赵妃宴呢 他从贵妃做到了皇后 身份尊贵 这里难道就是他的墓 要说那这种可能性啊 非常像 他因为这个赵妃宴 他有个非常著名的特点 瘦 据说呀 瘦的能在人的手掌身上 一阵风顿把他给吹跑 那这么一个瘦子 你说爱穿 那可能 但无论如何 他也不应该贪吃的 那这下赵妃宴也被排除了 那还有哪个汉朝贵妇 有可能呢 我告诉你们 欺负人 欺负人那可是大名鼎鼎的 刘邦的女人 据说呢 刘邦对他极为宠爱 连上朝都要让他坐在腿上 这欺负人呢 他是刘邦的宠妃 热衷于穿着打扮 那是肯定的 那女人你说 有几个不爱美的呢 那至于爱吃 也有可能 那就他的身份地位 你想吃山均海味 那也会再挂下 哎呦 看来这欺负人 这个答案 他有点靠谱了 不过呢 就在大家猜来猜去的时候 有人呢 突然在棺材里面找到了一样东西 给咱们揭晓了真正的答案 对东西是什么呢 一个印章 上面的刻着三个大字 窃心锥 就是说呀 牧主人的确是一个女人 名叫心锥 那还是别人的老婆 那么他到底是谁的老婆呢 答案 还得从印章上面去找 有人呢 在冲洗古墓淤泥的时候啊 又找到了三个印章 上面的分别刻有 长沙丞相 带侯之印 利仓 几个大字 考古队一查古籍就发现 在汉朝 的确存在一个名叫利仓的人 他做到了长沙丞相 而带侯 这个称呼 那就是利仓的封号 那这么一来呢 就很明了了 牧主人 他正是带侯利仓的老婆 心锥 那这个心锥的身份地位 说起来那不如帝王将相 但也绝对算得上是当时的高干家属 他有这种爱吃爱穿 不惜代价 他用漆气来做厨具的实力 那这样一个古代贵妇 他自然会让人好奇 想看看他到底长成什么模样 一般来说 这种想法呢 肯定是一个奢望 那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人呢 早就变成了一堆骨头了 哪还看得出来 他生前长啥样呢 可是我告诉你 世事难料 还真没有绝对的东西 在这个心锥的身上 他就发生了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他触手可及之处呢 竟然是软软的 当这个人颤抖着手 轻轻揭开最后一层衣服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场景 他所看到的场景 更是让他目瞪 关节都可以灵活转动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柔软灵活的司机时 差点没跳起来 就算他入土才一年 保存的这么好也已经很神奇了 确实 除了奇迹 你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心锥这种状况 本来呢 他爱吃 爱美 有钱呢 又有个性 你这种女人呢 已经是一个传奇了 但是现在呢 他竟然还历经了两千年的时间 吃身不服 这还真是传奇中的传奇啊 很多人呢 都被勾起了好奇心 说他到底是如何做到吃身不服的呢 马王堆下面的这个古墓呢 牧主人的身份已经确认 他是汉朝的贵妇人心锥 但是呢 发生在心锥尸体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却勾起了大火强烈的好奇心 尸身不服 那都算了 就连关节都还能转动 这种奇妙的现象 那简直让人叹怒为官者 就拿同位汉朝的中山晋王刘胜来说 他为了防止这尸身腐烂 特地把顶级的和田玉 磨成了几千块玉片 再用这黄金做成的线 把这玉片穿起来 做成了传说中的金铝玉衣穿在身上 结果 等两千年后啊 考古学家打开了刘胜的金铝玉衣 照样只剩下一把枯骨了 你别看心锥比这刘胜的身份地位 他差了好几个档子 他却做到了刘胜 梦寐以求的手 所以说呀 人生前比拼的身份地位 财力势力 那都是浮云呢 那么 心锥究竟是怎么做到 尸身千年不符的呢 专家认为啊 这首要的问题 那就是要解答 他是怎么死 有人呢 就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 在里面 他是这样解释 心锥的死因的 你仔细看呢 就能发现 心锥呢 他是吃瓜果吃死的 挺符合他生前好吃的个性 可是 这靠谱吗 不会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吗 我告诉你 还真是这样 心锥的确是死在了 吃上 根据医生对心锥尸体的解剖 在他的胃里呢 找到了一百多颗 保存完整的西瓜仔 全都未经消化 那很显然呢 他死时 胃部还来不及消化这些西瓜仔 我试着想象 他死前一个小时在干嘛 也许他正在吃大餐 餐后甜点是西瓜 酷爱西瓜的他 连瓜带肉 喷了下去 这情形呢 完全可以想象 贪吃的心锥呢 经常在家举办宴席 大宴宾客 他居于其中 吃的那是酣畅淋漓 不过奇怪的是啊 吃西瓜是怎么夺去心锥生命的呢 答案就在一张解剖图上 您瞧 这是心锥的血管解剖图 里面的几乎已经被脂肪呢 毒死了 也就是说呀 心锥他患有冠心病 当时呢 这个结果呢 让心脏科的医生大感意外 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呢 冠心病那是一种现代病 毕竟在古代 你物资的 他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这个冠心病 这种富贵病 他也不会那么容易得 才对 看来啊 心锥他生前过的生活 他不是一般的奢靡啊 把他的这种奢靡生活和冠心病 你联系到一起 专家们很快就重现了 他死前的那一瞬间 在心锥快乐的吃着西瓜的时候 长期贪吃 导致的胆结石 突然就发多了 其中一颗胆结石呢 不偏不倚 恰好呢 就卡在胆管的开口处 痛得他呀 那是死去磕来 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心锥啊 他是死于胆结石 引发的冠心病 你要怪啊 都怪贪吃惹的祸 那么心锥的吃身不服 跟他生前贪吃 甚至死于贪吃 那有什么关联呢 那有人这样分析 说心锥 那既然那么喜欢吃 那肯定他也经常研究吃 把吃啊 都给研究透了 他不就是养生之道吗 那很有可能 他自己呢 研制出了传说中的 长生不老药 常看节目的观众呢 肯定会想起来 咱们有一期啊 就说过啊 河北湘河呢 有个周凤辰老太子 死了以后呢 尸体呢 也没做任何的处理 却十四年来呢 他都没服了 后来一研究啊 发现这老太太生前呢 常喝珠沙水 而珠沙 那就具有防腐的作用 其实呢 不是这位老太子 以前那些炼制 长生不老药的方式们呢 那都是在珠沙上做文章 而这个珠沙 那要是服食过多 它就会导致死亡 你就像热衷 长生不老的秦始皇 他一夜暴毙 那就是拜珠沙所赐 不过呢 像心锥这样的美食家 他肯定知道珠沙的毒性啊 他也会适量的吃 他既不至于毒发身亡 他又能做到过尸身不服 不过呢 这个推测在专家们看来 并不靠谱 那如果长期服用珠沙 在心锥的体内多少 他会有一点残留 但事实上 没有人找到过类似的痕迹 反倒是棺材里面的 另外一样东西 就引起了专家们 极大的兴趣 这样东西 恐怕跟古代的防腐工匠们 脱不了干系 有一段古文 详细的描写了 古代尸体的防腐过程 据文中记载啊 防腐工匠在清洗过这个尸体之后 他先会把这尸体呢 放到低温处 再包上一层层的衣物 那包好了呢 放进棺材以后呢 防腐工匠会在盖上棺杆前 进行最后一道程序 他们会往棺材里 倒进一种神秘的夜庭 这种业体呢 那会不会在保存尸体上 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呢 有人认为啊 极有可能 因为在心锥的尸体被发现时 还真就是被泡在一种红色的液体当中 那把这种液体进行化学分析 结果显示里面含有猪杀 原来心锥他没有吃猪杀 而是泡在猪杀里 那是不是说这种含有猪杀的液体 其实那就是古代防腐工匠们的杰作呢 那如果真是这样 那咱们的老祖先那还真厉害 真先进 不过呢 这种防腐液的说法 并没有得到专家们的认同 棺材里面的水不是防腐剂 不像现在的福尔玛利 因为那时候的科学技术 全世界都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红色液体根本就不可能是专门做出来的防腐液 那它到底是个啥呢 有些人坚持认为 这只是从外面渗进来的水罢了 那至于这种水里 为什么会如此巧合的含有猪杀 一直到现在都没人能够给出答案 那既然没有结论 有人就抛开防腐液 这个观点不谈 把注意力呢 转回到心锥的尸体上 通过分析他身上的压痕 貌似发现了千年不复的奥秘所在 整整20层的衣服 在心锥尸体上裹出了深深的压痕 有人认为 这么多衣服并不是因为他爱美 而是因为这20层衣服啊 就像一个产颈 裹得够紧 闷死了他体内的细菌 那没有这些能够吞噬人体的细菌 尸体就不会变成一堆枯骨 这说法你听上去啊 挺有道理 也有不少人认同 但是呢 仍有很多人他坚持自己的观点 有说棺木的密封性好的 有说马王堆泥土的神奇的 更有甚者呢 还有说时间停止的 到目前为止啊 心追不服的真相究竟如何 那还是无法得出一个定论 其实呢 这并不奇怪 像这样得不到解答的谜团呢 还有很多 但是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 随着时间的流逝 科技的进步 那些看起来无法解释的历史之谜 终究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好了 今天传奇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